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号加冕典礼的重头戏就是泰王将在大皇宫内用来自泰国八方的圣水灌顶沐浴晋升 神人话毕竟少不了宝物 普罗门祭司将会献上1782年拉姆仪式流传至今 五大神物 上次世人见到他们时 是1950年前泰王普美彭佳缅 这顶重达7.3公斤的王冠 格外引人注目 他由黄金和贵重宝石打造 代表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 泰王也将手持象征公平正义的权战 和治理智慧的王剑 而以棕榈叶还有白橡毛制成的王膳和毛尾浮尘 宣誓国王有消除厄运的能力 其中最特别的生物是王旅 旌旗斜面相有翠玉和告石 分量十足 是来自罗摩耶纳的印度神话 象征国王对国家的沉重责任 好 70年来首次有国王登基 泰国全民总动员 估计将耗费近十亿台币 全球最有钱的王室之一 再次向世人展示至尊影响力 三连秀刚临总不倒